那通常很多同学会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中间的距离 对哦 那可是这个很简单的操作啊 滑鼠右键 你看哦 针对针对它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距离哦 到这里 好 尺龟 尺龟我把它检视 打开 我只是为了方便你们看 方便你们看 这边其实我觉得 你看哦 预设都已经不成见尺龟了 所以不要在尺龟上面再去做文章了 因为你每手工动一次尺龟 它只有作用在一个段落里面 这是不切实际 这是涂法练钢的方法 你看2013真的预设是不成见尺龟 如果现在我们大家都是 例如说用比较新的方式 你应该要去思考 那我以前方法跟现在方法不一样的地方 好 你看在这个地方 这个尺龟 我只是为了方便你们大概去看一下 大概对到这个地方 这边其实都是对齐齐的 那可是针对会有同学询问 就是说我就是要改变这中间的距离 所以滑鼠右键点这个1 滑鼠右键点这个1 你不要点这个文字 点文字这边没有 因为我们是要动这个项目编号跟后面的距离 所以是要用右键点这个1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调整清单缩排 调整清单缩排 动 请动这一个 真假 预设他是不希望去动他的 他就锁定在0.85 其实0.85就是两个字 两个字是我们字式化的 可是这两个字又分 你是标题的两个字 还是标题二的两个字 那个字大小是不一样的 好 然后接下来打勾 然后这边 这边 例如说 假设我动到多一点好了 动到三公分 是的 你看他是不是往右边挪了 他的意思就是 这个地方他要空三公分 那他不可能空那么大了 我只是为了方便你们去看 因为很多同学都想要问这个中间距离 他希望不是放大 因为通常为什么会多放一点 因为会有10 8 9 10 10 之后是不是有11 他会考量到这件事 两个中文字 好啦那我还是把它改回来 滑鼠右键点它这个调整清单缩排 然后请把它改成 例如说 0.85 其实我觉得 因为你要考量到 你会改 你改成 假设一公分 别的单位 他不可能改成一公分 我觉得你用字式 会比较好一点 你